新聞一開始我們首先來關心的是疫情的部分 現在大家都很緊張 比較嚴峻的問題是 新型的變異株BA.4還有BA.5 已經瀕臨沉下了 我們來看到的是指揮中心在昨天宣布了 台灣首度驗出5例的境外移入 包含了BA.4還有BA.5 總共有5例 好 當然現在大家都非常緊張的就是 指揮中心的說法是 其實分別是在今年的1月份 還有2月份首次在南韓發現 這兩種的新型變異株 傳染力比BA.2增加了2到3成 而且主要它是有免疫逃脫的特性 如果一旦進入社區傳播的話 就會產生非常多不同突變基因 當然會造成大家重複感染的機率會大增 很可能會造成下一波的疫情大爆發 好 到底該怎麼辦呢 我們來看到專家學者的說法又是如何 這個是黃立民醫生他說 其實BA.4還有BA.5 傳播力雖然比目前的主流病毒株 BA.2來得強 但是這兩種變異株在歐美都是緩慢成長 如果他們能夠生存下來 而且持續增加 那麼到時候社區的感染占比 就會變成是下一個主流變異株的候選人 另外施信如主任他則是提到了 其實台灣檢測到BA.4還有BA.5一點都不感到意外 預期台灣在年底的時候疫情可能會再起 但是他的分析還有判斷是規模不會像現在這麼大 大家可以不用過度擔心 好 同樣有類似看法 他還包括了黃高斌副院長他說 BA.1還有BA.2依舊在國內造成大流行 就算我們無論如何在嚴守邊境都還是會傳播進來 但是他說BA.4還有BA.5的毒性沒有比較高 大家應該不要太過恐慌 則是要血型和病毒共存 好 另外有更多的專家學者則是呼籲的是在秋冬之前要儘快接種第四劑的疫苗 同時希望主管機關能夠成立一個趨級的監測中心 盡早發現新的變異株流行動向 同時要訂出早期的投藥機制 好 當然雖然有些專家學者他們是覺得說不用過度恐慌 但是相信民眾還是會覺得滿膽戰心驚的 因此現在大家也預估的是 很可能原本預期原本七月份到九月份要解封 現在又充滿變數 受到週末假日的影響疫情數字呈現下降 指揮中心十三號宣布本土新增四萬五千零八十一例 死亡人數一百零九例 中重症三百七十八例 指揮中心公布 臺灣邊境首見一例B.A.4和四例B.A.5 雲林出現首例六歲確診兒童 併發猛爆性肝炎 指數標高一百二十五倍 還有一名兩歲男童重症 他沒有慢性病死卻併發孝吼 目前小朋友重症五十例 十七位死亡 而整體疫情六月十一號本土七萬九千五百九十八例 十二號降到五萬多例 十三號甚至降到四萬多例 高雄七千一百八十四例居冠 其次是臺中六千六百九十四例 再來是新北五千四百七十例 但是醫師省政難表示 前兩天六日加總跟上個禮拜六日總和差不多 這有點令人擔心 往下破萬的時間也會延後 但是六月十五號開始 入境檢疫調整為三加四 政府知情人士透露 如果三加四實施的狀況順利 一個月後有望評估放寬到零加七 假如說能夠在零點零三以下的話 那就會在我們醫療量能來講就會比較好一點 專家黃立民表示 重症以及死亡人數下降 藥物及醫療量能充足才有本錢開放國門 醫師求證群建議觀察至少一個月 並且調降新冠肺炎為第四類傳染病 把第五類法傳變成第四類法傳 專家紛紛提出事情鬆綁得太快 結果很有可能讓疫情捲土重來 記者楊氏旭王一仲台北報導 入境檢疫三加四的新制度 將會在明天上路 民眾可以選擇入住防疫旅宿 或是一人一戶在自宅或是親友住所 完成三天的居家檢疫 還有四天的自主防疫 指揮中心強調了 應該還是要以同一個檢疫地點作為原則 讓不少民眾抱怨說 這根本是在玩文字遊戲 因為同樣必須要住在防疫旅宿隔離七天 所以這個部分 台北市長柯文哲他就炮轟了 這又是一個白痴政策 檢疫三加四上路 但中央規定七天必須待在同一個地點才行 柯文哲炮轟這是白痴政策 有一樁 上一次就說這很白痴的政策 現在又來了一個 執行上很困難 你同一個旅館 有的是前三天不能外出 後四天可以外出 我如果是旅館的門房 而且同一層有的可以外出 有的不能外出 天啊 管理上很困難 確診出關沒多久的柯文哲 被問到自己是不是驗出陰性 才出來上班 柯文哲的答案讓現場的人聽了 臉都發白 七天就解隔離了對不對 你第幾天才塞到陰性 我都沒有做 我都很怕知道 你就懶得塞了對不對 對 然後你就開始出來了 對 所以很多人被傳染 搞不好是你害的 有可能 有可能 你還有臉講有可能 那你自己不就是防疫破口 我是按照症狀 沒有症狀就算了 從蔣萬安到黃珊珊 誰最能接替當台北市長 柯文哲給了就答案 蔣萬安立委 你覺得他的優點是什麼 就長得帥帥的這樣而已 至於誰適合和自己一同困在荒島 或一起喝酒吃飯 柯文哲的答案令人噴煩 柯文哲反應超級白 但常被抓爆 歡唱喝酒的陳時中 恐怕不喜歡這答案 記者 陳人貿易過號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好 聊天室當中 我有看到我們網友黃文燦 他說無敵星星 是重複感染的新名詞 接下來就要帶您看到 這個恐怕很多證據都顯示了 根本就沒有所謂的無敵星星 一名專責病房的護理師 他說自己三度染疫了 而且症狀一次比一次 還要來得更嚴重 醫師也拿出各國的研究數據打臉無敵星星 因為光是在南非就有超過十萬人二度感染 甚至還有不少人三度染疫 好 指揮中心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他也認了無敵星星的保護力 其實並不是百分之百 還是很有可能會被重複感染 確診後無敵星星恐怕真的如流星 一名專責病房護理師分享 去年本土疫情爆發時 確診發燒腹瀉還出現腦霧 今年五月初二度染疫 月底又採檢陽性三度感染 這回喉嚨腫痛沙啞 喉嚨痛到要含冰塊緩解疼痛 而且確診三次 症狀一次比一次嚴重 直呼無敵星星是無稽之談 別的醫師有重複確診 他自己覺得是兩次都蠻累的 都蠻辛苦的 喊出無敵星星的指揮中心 下午終於承認 無敵星星並非無敵 仍有重複感染可能 無敵星星說法也被國外數據推翻 看看丹麥研究 六十天內重複感染BA.2的人 Delta有一百四十例 也有人相同病毒重複感染 南非更超過十萬例 二次感染OMOCOM 還有許多人三次感染 而且重重症風險 確實跟染疫次數成正比 醫師黃宣分析 美國研究二次感染患者 有百分之十七中重症 第三次感染中重症比例 卻上升到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感染次數增加 中重症及住院率都會升高 不追求重複染疫 疫苗接種才是王道 醫師蘇伊峰呼籲 能避免感染就避免感染 不要迷信無敵新興 把疫苗打好打滿 口交不離身 勤洗手 做好這三件事 你也可以當天選之人 所以最新資訊就是 就算確診康復後 仍要落實防疫 避免被重複感染 也才能避免病況 演化成嚴重的重重症 記得週天獎強 衛生居台北採訪不得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 我們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如果您的空間比較大 大約有八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